文明 李宗盛 宇宙 文明 李宗盛 宇宙 文明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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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進行這一週的 程式設計課程 那麼今天的這個講演的三節課 時間是這樣分配的 第一節我們要繼續討論 我們上個禮拜所介紹的 這個實質變數跟預算式後面的部分 包括一些邏輯預算式的這一些應用 第二三節我們就進到 這個下一個單元 就是這個流程的控制 好 那在我們開始這個討論之前 我們的這個講義 那個有分基本教材和這個補充教材 前幾堂課我漏了說明這些補充教材的這個意思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一週跟下一週的教材裡面 我們會列入這個補充教材裡頭 包括這個微軟關於這個C-Sharp的 這個介紹的那個教學影片 它的網址 我們在這個Xmine的這個講義裡面 這邊有提到 那接下去還有一個關於所謂的Clean Code 這一方面的這個補充教材 Clean Code這一本書中文翻譯作 這個無暇的程式碼 我個人覺得是一本非常好的一本書 那它裡面所提供的 是關於如何讓你寫這個程式的時候 可以讓你這個程式的這個風格 那可以達到這一個很容易讓人家了解 然後這個吸收的這種寫法 那種寫這個程式寫作的風格 那麼你可以比方說在這個十字變數跟印算式這裡 我們建議各位可以參考的Clean Code裡面的這個解說 有兩部分 就是在書裡面的第二章跟第十七章裡面 有關於這個變數的這個名稱 盡量採用有意義的這個名稱 以及這一個書裡面有提到一些所謂程式看起來 這個不是很好的這個味道 Smells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寫好這個一個清楚的這個程式碼 可以參考的這個建議 那麼在這裡面你可以打開這邊的這一個附註這裡 然後他就會這一個我把這個書裡面有關的這些說明 放在這個這個註解裡面你可以參考 好 然後這個你可以打開這裡還有其他的一些建議 那例如說這個你應該這個避免這個過度的這個訊息 然後這個使用這個容易發音發聲的這種名稱 然後可以這個利用這個文字的這個搜尋的這個功能 找到這個變數名稱的這種名字會比較妥當 好 所以這個是給各位參考的 那以後我們大概不會花很多時間在說明這些東西 那但是就是建議各位在寫程式的時候 然後能夠照顧到這些clean code裡面所介紹的這個程式風格 好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討論我們上個禮拜的這個 關於實質變數跟這個運算式的這個討論 我們在上個禮拜已經介紹了這個變數的宣告 數值行別的轉換 基本算數的運算式跟函數 以及常數宣告 遞增遞減算子這一些 然後我們現在要進行到第七節關於這個關聯算子 以及簡單的敘述和三元的運算子 那麼在上個禮拜我跟各位提到關於這些關聯算子的時候 我有說明計算機在我們知道如何要求它輸出訊息 或者由鍵盤接受我們的輸入之外呢 它必須對於輸入的資料進行的處理 或者是這一個根據情況判斷它應該採取的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如果要讓計算機夠聰明的話 計算機要能夠去偵測到這個狀況 什麼狀況有沒有發生 那麼所謂的這個狀況有沒有發生呢 通常都是這個要參考我們所執行的程式裡面 它變數的這個數值是不是符合某些條件 那麼因此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要能夠描述什麼樣的這個狀況 然後讓這個計算機去檢驗這些狀況 然後這個決定該採取的這個行動 所以這個在探討這些變數的這個內容 是不是符合某些這個條件情況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使用這個關聯的這個運算值 那麼例如上一週跟各位介紹過的 這個二次方程式球根的這個方程式 程式敘述該怎麼寫呢 那麼在二次方程式的這個球根的時候 我們需要去判斷這一個這個判別式 那麼這個判別式B平壤減4AC 如果大於0的時候我們可以解出兩個十根 那麼如果等於0的時候解出一個重根 而這個小於0的時候得到這個共2的這個負數的兩個根 那所以這個了解到如何使用這些等於等於 大於小於不等於大於等於小於等於 那麼就足夠我們來判別我們所想檢查的這種情形 或者是這一個條件是不是已經被滿足 然後我們程式可以採取這個不同的這個行動 好 那因此呢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判別的這個例子 我們可以看這個這裡所顯示的這個流程 如果說我們想要說這個 假如說我要當一個這個很受歡迎的老師的話 那麼很容易的一個做法就是說 如果這個分數小於60分的時候 那麼一律調整到60 可是如果說是這個成績超過60的話 那麼我們就不調分數 所以例如某個老師是這樣調分的 那麼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們可以畫成這樣的一個圖 那類似這樣的圖稱為流程圖 那麼通常在流程圖裡面 以長方形的圖形代表某些這個敘述 某些行動 而使用一個零形裡面 寫著我們要判斷的這個條件 那麼這個條件如果滿足的時候 它就執行這個score等於60的這個步驟 而如果說我們的分數 這個不小於等於不小於60分的話 那麼它的這個條件判斷 這個就不成立 因此我們就跳過這個分數等於60的這個敘述 這個敘述 直接進到這個下一個這個程式敘述 那麼這樣的一個流程 在c-shop裡面 我們寫成程式的時候 那麼它的這個片段的這個敘述 可以這樣子描述 可以這樣子描述 所以例如我們先這個輸入一個小於100的整數 當作這個原始成績 那麼這個原始成績我們使用鍵盤輸入以後 那麼利用integer的pars把這個輸入的這個鍵盤 你得到的字串轉成式剖析成為整數的數值 然後存到一個叫做score的這個整數變數的這個區域裡頭 那接著我們就判斷這個score這個分數是否有小於60 照這個圖來看 那麼如果小於60的時候 我們就這個執行score等於60的敘述 把這個score分數調成60分 那麼這個if的這個敘述完成以後 那麼我們再來就把調整後的分數印出來 那所以你可以看見在這個if的這個敘述裡面 用大瓜谷所刮住的這個敘述是 這個條件成立的時候所要執行的這個內容 如果說這個條件不成立的話 那麼它就會跳過這個程式敘述 然後進到這個if敘述的下一行這個程式來執行 那這個就是這個我們計算機裡面 那麼它要這個應付各種不同的這個條件的時候 所採取的這個寫法 所以相當直結了當 你就使用一個if刮弧 然後裡面放條件就可以了 好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這個流程 在實際應用的時候 那當然有可能說條件成立的時候做什麼事 條件不成立的時候做什麼事對不對 所以就比剛才這個單純的if流程呢 多加一個這個需要判斷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所以如果我們說這個小於60的時候 那麼就把它分數作為60分 那麼不小於60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使用一個這個變數叫做resolve 然後把這個score存過去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當這個程式執行到這個判斷的這個時候 那麼它在true跟false的時候 各自採取這個不同的這個行動 那麼因此呢 這個最後我們在往這個true結束 或者是false結束的時候 都進行到在下一個步驟來進行 那因此呢 這個如果我們想要在這個程式碼裡面 描述這個if的時候做什麼 false的時候做什麼的話 那麼簡單的這個概念呢 就是它是一個if then 然後else的這個流程 那麼這樣子的這個if else的這個流程呢 那麼它可以用這一個簡單的公式 來這個描述 那這個if跟else 有這個else的這個寫法 我們等一下在這個第三單元裡面會說明 我這裡來提到的是說 這個如果我們的這個程式碼裡面 那我想要使用一個比較簡潔的方式 只要在一行敘述裡面 就把這個if跟else的這個設定 都同時這個描述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可以使用一個很特殊的這個算子 叫做三元算子 因為這裡面呢 因為這裡面呢 它參與運算的這個operant 運算員有三個 那第一個這個運算是一個條件敘述 那麼第二個這個運算員在這個問號之後的 那這個代表說如果前面的條件敘述成立的話 那麼我們就設定是這個值 那如果說這個條件不成立的話 我們就設為後面的這個冒號之後的這個值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敘述 我們通常稱它為一個三元算符的這個算子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三元算子的這個寫法 是大概從c語言以後才加進這個程式的這個語言裡面 那麼這樣做的一個目的 其實就是為了說這個我們可以在簡短的一行敘述裡頭 完成一個這樣的if else的這個寫法 那這個會這個使得我們的這個程式碼看起來比較簡潔 可是這個寫法你在思考的時候 要跟剛才這樣的一個思考方式不太一樣 在這樣的寫法的時候是以條件為主 那如果條件if成立的話 我們就設這件事情 那如果不成立的話 我們後面會講就用一個else 然後再用一對大瓜糊來寫另外一個敘述 這是很直截了當的這個觀念 那可是我講過這一種酸圓算符 從c語言加進去這個東西以後 那就也是有蠻多地方可以採用這樣的一個寫法 那這樣的一個寫法 這個只適合應用在這一個簡單的這一個敘述裡面 那所以他這樣做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右邊這裡他等於是拿這三個運算符號 來預算員來這個檢查這個條件是否成立 然後決定他是這個值還是這個值 那這個值或者這個值是要把它assign 到這個等號左邊的這個變數裡面去 那因此在觀念上他的想法是以這個變數 這個結果的變數為主 來思考說這個結果的變數 他在某種狀況下的時候應該等於什麼 然後不成立的時候又應該等於什麼 那如果說你的這個裡面所要採取的這個內容 是這個比較複雜的話 那麼就不適合採用這一種所謂的三元算子的這種寫法 好 所以這個是基本的這個if else的這個概念 以及我們可以採用的這個寫的方式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有的時候我們的這個條件的這個判斷 會牽涉到比較複雜的這個邏輯關係 那麼在這一種複雜的邏輯關係裡面 那麼我們需要這個計算機 能夠這個進行邏輯的判斷 那麼這些邏輯的複雜的判斷 包括這個and跟or 那這個and跟or的這個概念 各位以前在這個高中的數學可能有學到過 也就是說當我們有兩個這個條件判斷的時候 如果這兩個條件判斷都必須成立的時候 才使得它的這個結果可以成立的話 那這時候我們就使用這個and的這樣的一個邏輯運算 那麼如果說是這個兩個條件 只要一個成立就可以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使用or的這個運算的這個邏輯運算 這個and跟or的這兩個邏輯的運算 可以這一個加以這一個擴充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組合使用這些and or的話 可以這一個讓電腦去判斷許多這個複雜的 這個邏輯的這個情形 好 我們看一下這裡一個例子 例如說這個7大於3是一個條件的判斷 我們在前次有說明這個邏輯的這個敘述 它的這個真或者是尾我們可以把它儲存在這個變數裡面 那這一種儲存邏輯的真或者尾的這個變數 我就把它叫做booling的這個變數 那bool的這個變數 那麼這個當然就是紀念這一個第一個 這個創立符號邏輯的這個數學家booling 那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個邏輯判斷的這個結果 我們把它存在這一個宣告為bool的變數裡面 所以在這個寫法裡頭 第一行的敘述所寫的是說7大於3這個條件 那麼這個我們都知道一定是真嘛 對不對 那把它assign 給x 所以就可以曉得這個時候 x裡面所儲存的內容就是true 邏輯的真 那麼再來這個第二行敘述是2小於0 那我們知道這個條件是不可能成立的 那麼因此這個y這個bool變數裡面所儲存的內容 便是邏輯的這個false 好 那再來我們看第三行敘述 所介紹的這個bool變數是這個x or r 那麼也就是說x或者y這兩個條件 只要有一個條件可以成立 那我們的這個x or y就會是true 否則的話就會是false 那麼因此我們看現在這一個寫法的話 我們已經知道x是true y是false 那這兩個這一個條件 只要有一個成立就可以使這個x or y為這個真 那麼因此我們就寫一個 這一個一數的這個符號來代表or 那因此第三行的敘述所代表的意義 就是說x這個邏輯變數它的值 或者是y這個邏輯變數裡面的值 兩個裡面只要有一個為真的話 那我們的x or r就是儲存的內容就是true 那現在我們曉得x是true 而y是false 那因此x or y的這個結果是true 因此這個布林變數呢 x or y它的值就是true 那如果說我們希望的這個條件 是x跟y兩個條件都要滿足才可以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為x&y 那這樣的寫法就表示x這個邏輯變數 跟y這個邏輯變數 這兩個東西必須同時成立 也就是兩個都是true的時候 它才會是一個true的值 或者的話它就是false 那麼因此在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曉得x true 然後y是false 所以x&y的結果就是false 因為這個y是不成立的 那因此x&y的結果就是這個false 好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 把這個and和or組合起來的話 我們可以用來表示相當複雜的這個邏輯關係 所以例如這個x&y 然後x or y 這兩個先算好以後 再利用or把它們連結起來 所以在這個例子裡面 這個x&y是false 然後x&y是true 那麼因此這個x&y的結果就應該是true 因為這個or的這個符號在這裡 而我們知道這個x&y是true 那因此我們了解到這個x&y的結果 應該儲存的內容是這個true 而接下去的這個x&y呢 我們可以看到x&y是false 那麼x&y是true 可是這兩者是用and連結起來 那麼因此只要有一個是false的話 那麼x&y就會是false 那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這個x&y是false 所以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這個bool的變數x&y 它所儲存的內容就是false 好 所以這是簡單的這個概念 那為什麼我們的計算機 這個程式語言 大概從c語言以後 那都會成立一個叫做bool的這個形別的變數呢 那原因就是我們的程式越寫越複雜 它可以處理的問題越來越難以後 那麼我們很多的這個邏輯判斷 那我們不希望每一次都把那個複雜的條件重新寫一遍 所以當某一個條件判斷可以在很多地方應用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用一個bool的變數 把這個邏輯敘述的結果存起來 然後做為後面的這個應用 那這些應用主要可以是 例如這一個在我們後面講的流程控制裡頭 它的if else裡面你可以使用這個邏輯變數 以及後面我們會看到的這一個 那個回圈的這一種敘述裡頭 在某些情況底下 那麼使用這個邏輯變數也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 那還有一個我們後面馬上會介紹到的 就是當我們這個採取所謂的defensive programming 也就是說防衛性的這個程式設計 各位曉得我們開車的時候 有所謂的defensive driving 也就是說你開車的時候 不但要小心不要去撞到別人 也要小心到別人不會來撞到你 那因此在我們的這個程式敘述裡面 如果它的這個流程比較複雜一點的話 那我們常常可以使用一個叫做debug assert 這樣的一個寫法 來判定程式執行到某個地方的時候有沒有出問題 那這樣子的一個敘述留在這個程式碼裡面 當你這個程式執行的時候 碰到這個debug assert 這個不滿足的時候 它就會暫停跳出來 所以這個等我們等一下講流程控制的時候 就會提到 好 那因此 這一個我們可以了解到 使用這個布偶行別 那在後面有很多的這個應用 還滿不錯的 可以參考 那還有一點 這個布偶的這個行別的變數 它的這個儲存的這個數值一定是true或者是false 所以你只能讓它直接assign為true 或者assign為false 那麼在這個早期的這個C語言裡面 那麼在這個早期的C語言裡頭 它會使用整數的這個1或者是0 來儲存這個邏輯預算的結果 那甚至還有的是拿這個大於0的整數 所以你只要計算的結果大於0的話 它就認為它是true 或者就為false 好 可是這是早期的這個程式語言 那麼它會使用這些整數的這個內容 來表達它是true或者是false 好 可是慢慢大家發覺到說 這個true或者是false這樣的一個邏輯的概念 應該要跟這個數值的變數加以區分 那因此比較新的這一些程式語言 我們就比較會規定說 這個布偶的這個變數 它的值只可能是這個true或者是false 你不可以用一些數值1或者是0 assign給這個布偶的變數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這個概念 那你在進行這個條件判斷的時候 那麼你只能使用這個邏輯的true或者false 來考慮它 那你不可以使用這個1或者是0這些 來代表true或者是false 那這也表示說 在以前的這個C語言之類的這個早期語言 那麼你如果一個條件判斷 結果大於0或者小於0 它就直接拿它當做true force來用 可是在現在這個語言的話 這樣就不適大 OK 好 那再來我們可以把這一個 常用到的這個邏輯運算列出來 那除了剛才的這個and跟or以外 那麼還有這一個常用到的是這一個 加上一個這一個那個驚嘆號的 那這個代表的是把y這個邏輯變數的內容 把它negate 就是把它那個反掉 所以本來假定是false的話就改成是true 那如果原來是這個false的話就變成是true 那用這種方式把它這個對調 把它的這個內容這個調整過來 那還有一個這個correct這個尖尖的這個符號的 那麼它的這個應用可能各位比較不會用得到 它是在計算機的這個科學裡面 比較有用的一個概念就叫做exclusive all 那這exclusive all的話主要的應用 常見的一個概念就是應用在類似 就是這個密碼的這個檢驗等等的這個方面 那這個exclusive all就是說 如果兩個這個不同的話那才是true 如果一樣的話就是false 所以必須x跟y的這個邏輯 它的結果數值是顛倒的話 那它才會是true 否則的話只要x跟y不一樣那它就是false 好 那這個是基本的邏輯的這個運算 那麼這個邏輯的運算在實際執行的時候 那以前的人這個發展程式語言的人 他們就發現說我們似乎在這and all的這個考慮裡面 我們可以使用一個簡單的這個trick 簡單的一個技巧就可以使程式的執行的效率提高 怎麼說呢 我們可以看 例如剛才我們所看到的這個s&y 那麼如果是你寫成是一個s&y的話 那麼它就必須這個x也要去執行算一算看它是多少 y也要算算看它是多少 然後再去檢查這兩個東西是不是這一個都是true 好 可是我們知道這個and的這個計算是要求這個 它的算幅的這個兩邊的運算員它都必須是true以後 它的結果才會是true對不對 好 可是我們曉得說如果我們由左而右計算的時候 如果第一個operant x 我們已經知道它是false 那麼它的第二個operant y 就沒有必要去計算 所以這個如果我們採用這樣的一個概念的話 那麼它的程式在執行的時候 它算完x是false以後 y它就不計算了 那就直接把這個左邊的這個邏輯的運算結果 設定成是這個false 那這個是它一個超捷徑的一個方法 那麼因此這樣的一個邏輯計算 我們就把它叫做short circuit的這個邏輯運算 好 所以相同的道理 如果x or y 這裡 那我們可以曉得 當這兩者之間有一個是true的時候 它的結果就是true 那麼它的後面的這些邏輯計算就通通不用算 那因此這種情況之下 它的short circuit的邏輯運算 就用兩個這個垂直線來表示 這個x and y要採用這種short circuit的這個邏輯運算 好 那各位可能會問說 那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不會所有的邏輯運算 都可以採用這種short circuit的運算呢 好 那這是因為這一個在程式的這個寫作裡面 有一種這一個狀況叫做side effect 就是副作用 那side effect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可能x是一個這一個蠻複雜的運算式 然後y也是一個複雜的運算式 或者說這個y本身這裡 他在執行算這個y的時候會改變到這個y的內容 例如這一個我們如果把y這個部分 寫成是plus plus這個z之類的這個運算的話 那麼這個y的這個計算會導致 某一個其他變數的內容會被改變掉 那這樣的情形我們就說那個是一個 這個程式敘述x&ny的這個副作用 因為他所計算的 他所運算的 不是只有x&ny這件事情而已 他還附帶的在這一個運算的這個過程裡面 會去改變某些變數的內涵 那麼這些這個副作用呢 如果你使用這種short circuit的這個運算 那麼當我們從這邊曉得他的結果是false 把後面這個跳掉不執行的話 那麼這個時候y的這個side effect 副作用就沒有辦法產生 那因此這個程式碼的執行的結果 就會跟你所設想的這個觀念概念就不一致 那因此這個在那種狀況之下 就不適合使用這個short circuit的這個邏輯運算 好 那麼這些所謂的這個side effect 通常都是為了追求這個程式的這個敘述 那個敘述的這個簡化以及這個執行的這個快速 所以他會用這一些side effect 來這個寫他的這個程式 好 可是這個我們要注意就是說 這種side effect這種寫法是不被鼓勵的 那所以當我們寫這個程式敘述的時候 我們要盡量避免使用這些有side effect的這種寫法 那麼所以這一個如果你確信你的寫法 不會造成side effect的時候 然後那我們就使用這個short circuit來增加程式 這個計算的這個效率 那這個是可行的一個辦法 所以我們盡量採用這種short circuit的寫法 而避免這個採用這個side effect 在副作用的這一種方式來表達你的這一個 要計算的這個nail 這是比較好的一個想法 好 那剛才所講的這一個關聯的運算 有這一個等於等於 有大於等於 有小於等等這些東西 那麼它是可以在這個數值的這個變數狀況之下 去這個運作 好 可是我們也有時候是要去處理這個 自串彼此之間的這一個關聯 那麼自串的這個彼此之間的關聯 那一般來說它只有兩種這個邏輯關係可以使用 那麼就是這個等於等於或者是不等於這樣的一個寫法 所以例如說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三個字串 第一個是小寫的y 第二個是第一個字母大寫的y 然後第三個是這個小寫的y 那因此這個時候如果我們以這個first等於等於second 那就是說我們會要求這個first的這個字串裡面的內容 跟second裡面所放的內容要完全一致 那這時候我們發現 這個第二個字串的第一個字母是大寫的o 而在這個計算機內部儲存的時候 大寫的o的這個字母 和這個小寫的字母o是不一樣的內碼 也就是他們0跟1的表示方式不一樣 那因此這個first跟second是不等的 那所以這一個console.rightline這個計算結果的話 你會在螢幕上看到的是一個force force的這個output 那另外再來force有沒有等於set third呢 那這個就是會等的對不對 然後再來這一個force有沒有不等於second呢 好這個是true 然後第三個的話是這一個第一個跟第三個不等 所以你在螢幕上你所看到的就會是這一個force 然後true 然後再來一個true 然後最後一個是false 這樣一個情形 那麼字串之間如果要比較大小之類的時候 那麼這個就麻煩很多 那這個你可能就只有character是可以比較大小 但字串就很難去比較大小 那這個所以如果你字串要比大小的時候 可能你要自己去寫一個這個比大小的這一種 這個算幅的這個定義 那那個東西的話就比較超出我們的課程範圍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不提 好 那最後在第二單元裡面 最後一個單元我們就是提到我們已經跟各位介紹了 數值的算數運算 邏輯的運算 那麼在這個算數的運算 還有這個邏輯的運算 以及這個plus plus plus 然後assignment 或者是這個minus minus等等 我們已經看到有非常多的這一些運算符號 那這些運算符號在使用的時候 他們的這一個優先順序是有一定的 那這個當然這個是不足為訓的一個寫法 這樣一個蠻複雜的一個敘述 那麼這樣的一個敘述 那麼他的這個執行的這個先後是如何呢 好 我們可以看到 首先那個我們可以看得到的是 以這個assignment的這個符號 這個為中心 那麼這裡的assignment符號是加等於 也就是等於說把w跟後面這個東西 這個加起來以後 再assign給這個w 那麼所以你要先算一下 這一個這裡面 你必須算一下這裡面的這一個 算符裡面的內容是多少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一下 一般來說的話 這個運算符號 運算的式子是要由左而右來進行 所以我們看到第一個 這個由左而右來進行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這個加等於這樣子的這個計算 那因此我們要看就是說 這個這邊是多少 然後把它加到w裡面 再把它assign給這個w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個minus 那麼這個minus的話 是代表的是這一個我們的 把後面的這些內容 把它的這個符號由正變負 或者由負變正 對不對 好 那因此 這個我們得要知道它後面 這個minus的後面是什麼 那所以這個我們minus的結果 就暫時還不拿出來 然後接下去我們看到的是這一個 plus plus x 對不對 然後再來一個是star y 好 那麼這一個plus plus 這一個x乘y這個東西 那麼我們可以知道的就是說 這個時候這一個我們得要把這一個 因為由左而右進行 那所以我們要先把x加1 先把x加1以後 然後再乘以y 那乘以y的這個結果呢 這個再準備加上這個z除以2的這個余數 那這個結果加起來以後 那接著後面這一邊呢 我們就判斷它是不是大於等於0 那因此它就是一個邏輯的這個敘述 那麼這個邏輯的敘述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呢 後面那個地方有一個問號跟這個冒號 那所以它是一個三元的算符 那所以你要把前面那個大於等於0的那個結果 是真或者是尾 來跟這個b做這個and的這個計算 然後這個結果如果是這個true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w要加的這個數值呢 然後把它assign加上4分之a 那相反的如果這個敘述不成立的話 那我們w所要加的內容就是0 就不改變它w的這個內容 好 所以我跟各位講 這樣的一個寫法是完完全全 這個不被鼓勵的 那因為它顯然很不清楚 你要做些什麼事情 所以有幾個辦法把這個敘述 能夠把它弄得清楚一點 第一種寫法的話 是把這個每一個運算的東西 獨立成一個一行這個statement 所以例如在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可能會把這一個z 然後這一個用二除的餘數 我們可能把它assign給某一個變數 然後再來呢 這一個x乘以y 然後plusplusx乘以y這個東西呢 我們也可能讓它等於一個數字 等於變數 然後再把這些變數逐次的一個一個 把它依照你想像 你所設想的這個先後順序 來寫下來來執行 所以這個是比較好的辦法 另外一種這個做法的話 就是在裡頭添加這個瓜糊 來這一個很明顯的可以看出 哪些這個運算要先進行 然後哪一些這個運算呢 是在後面才進行 所以這樣就是這個運算值的 優先順序的這個概念 好 那既然我不鼓勵大家採用 這麼複雜的寫法 所以各位盡可放心 我們的考試裡面不會出這種刁難的題目來考你 所以這個是不用擔心的 我只是告訴各位說 這一個類似這樣的一個敘述呢 在計算機它在剖析這個敘述的時候 它會怎麼做 我是跟各位講這件事情而已 而這一個實際上我們應當極力避免 讓我們的敘述像這樣子那麼複雜 這是絕對絕對是不鼓勵的 好 那因此呢 這一個回去各位可以練習一下 把這一些所學過的這個運算符號 還有這一個等等 把它加進寫一個程式來看看 好 那所以我們最後這個第二單元呢 我們回顧一下我們上過哪些東西 那我們提到了這一個計算機裡頭 那麼我們需要有一些記憶的空間 來儲存我們的這一個計算的中間結果 或者是內容 那因此我們會利用這個計算機裡面 它的這個地址的這個概念 然後我們的這個計算機的這個模型裡頭 我們有這一個這個記憶系統 那在記憶系統裡面 那以64位元的電腦來說的話 那我們可以依照這一個 每64位元就當成一個word的一個單元 排列下去給它一個地址 那我們需要這一個計算機 挪出一個空間來放某些數值內容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宣告一個變數 那當我們宣告一個變數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等於這個讓計算機建立起一個對照表 然後某一個變數就對應到某一些地址 所對應的這個記憶的這個內容裡面去 可以有這樣的一個對應關係 那這就是變數宣告的第一重目的 那第二重目的在變數宣告的時候 例如int然後x等於0的話 那就表示說在這一個你所宣告的對應x的這個地址 那個地方它所儲存的內容 要把它裡面的0跟1解釋為這個整數的數值 然後它可以來進行計算 那而且我們讓它assign它的內容為0 就設定它的這個變數 當我們決定好它的這個地址對應關係的時候 同時把它裡面的內容主要設定成是0 所以這個是變數的這個宣告相關的這些概念 那麼裡面儲存的1跟0的這個pattern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整數 也可以看成是伏點數 或者是這個雙精準度的這個小數等等都可以 好 那另外呢 我們還提到過這個字元的這個變數 以及字串的變數 在字元變數跟字串的變數裡面 要特別注意的是 有一些用倒斜線所連接的這一些符號 那麼這個東西是代表所謂的escape的這個character 那它通常是一些具有特殊的 這個定義的功能的符號 所以例如這個backslash n代表的是這個new line 你要enter的時候 它就會放進去一個這樣的一個符號 那再來就是這個字串X的時候 那麼它呢 我們在宣告一個變數為Stream的時候 那麼因為Stream的這個長短不定 那麼因此這種dynamic的這種變數呢 我們必須要使用比較有彈性的這個記憶配置的這個方法 才能夠處理這個內容一直在變動的這些變數 所以我們就採用了這個所謂的這個參考的這個形別 所以例如以這個Stream x.abc而言 那麼我們會在這個heap space堆積的這個記憶裡面 那我們可以清出一塊區域來放這個Stream變數裡面的這個資源 那麼這個heap space裡面的這個記憶是由作業系統所掌管 那麼因此你每一次用到這個X的時候 那就需要去跟作業系統要求作業系統分配一個動態空間給你 那麼因此在這個地方我們作業系統分配了一個區域裡面 先放進去的這個abc以後 那再把這個區域裡的第一個位置的地址叫做這個X這個變數的一個參考 那所以在這個Stack的這個記憶裡頭 那麼我們就是這個存放著這個heap space裡面的這個地址 那這個參考可以讓我們的使用到這個X的時候 可以藉由這個參考連結到這個heap space裡面 然後讀取它的這個內容 那如果我們把X的內容改換成是其他的這個內容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個要求heap space裡面 另外弄一個空間出來放新的字串 再把這個新的字串的這個開始的地址 作為這個X的新的這個參考 那然後原來的這個參考所指的這一部分的這個內容 那麼就變成所謂的這個garbage的這個space 那這個garbage space的話 那我們提到過在這個java以及c-sharp等等的語言裡面 都內建了這個garbage collection system 所以這一些garbage的這個memory 也就是說沒有這個在你的程式碼裡面 其他地方沒有辦法再用到這一塊區域的時候 那麼他就會告訴這個作業系統回收這一塊區域 好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介紹過了這個constant的概念 那我們也提到這個 這個一個如果你要使用這些數學常數 以及這個數學的函數的時候 你要使用這個math math這樣的一個這個name space 然後來利用到裡面的常數或者是這個函數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也提到過 那我們有了這些數值的這個變數以後 我們需要他能夠做一些這個運算 那麼這些運算就包括這個加減乘除 那在這裡面要特別注意的是 如果你的這個變數都是整數的時候 那麼他會拿整數的這個slash 這個除的這種方式來處理他 所以假如是以這個n除以divider 假定這兩個都是整數的話 那麼這個slash所代表的就是找出n用divider相除以後 所得到的商設定為這個quotient 所以這個代表的是n除以divider的商 那如果你要得到n除以divider的餘數的話 那麼就使用這一個百分號 所以當有一個百分號出現的時候 就表示n除以divider它的餘數 然後把它的name結果放到這一個餘數的這個變數裡面 好 所以在這裡就有一個常常很多被忽略掉的一個錯誤 就是如果你想要得到0.5的話 你不可以直接寫1除以2 因為那樣子的話你會得到0 因為那樣寫的意思是1除以2的3 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這個小數點0.5的話 那麼你必須把這兩個變數其中任何一個 把它宣告成 把它這個強制轉型成為這個float 或者是double轉為這個小數 那這樣子的話這一個1除以double2才會等於0.5 否則的話你得到的是1除以2的3得到的是0 OK 好 那因此這個要注意 好 那另外我們也介紹了這一個plus plus 或者是minus minus 或者是plus minus等等的這個運算 那這個就是這一個所謂的d增 或者是d減等等的這個運算符號 那也就是把你目前的變數的內容的值 然後呢 這一個放到後面去 所以它會把這個plus plus 所對應到的這個變數加1 好 那後面我們也用到了說這個if的這個觀念 那這個if的觀念 那我們特別介紹了這一個三元的算符 所以比方說這裡就是條件判斷 然後條件判斷真的時候就是這個值 否則的話就是這個值 好 那這些都是這一個我們所看過的這些nail 那另外我們也提到這些邏輯關係彼此之間 可以使用這個and或者是or 來使它的這個邏輯判斷 可以處理更複雜的這個狀況 好 那這個我們的第二單元 就這邊告一個段落 我們現在進入這個第三單元 流程控制 所謂流程控制的意思是這樣 當我們寫這個程式的時候 那麼by default 我們是設想這個電腦 執行這些程式的時候 那麼它是這個由上而下 一步一步的這個執行這些我們所寫的這個程式的這個內容 好 可是我們曉得這個人所以聰明就是因為人可以隨著這個環境或者情況的這個改變 那麼採取不一樣的這個行為 那麼因此如果我們要讓這個電腦能夠這個聰明的話 那我們也需要讓這個電腦能夠依照它所遇到的這個情境 然後這個進行我們的這個流程的這個改變 那所以我們要很重要的要學的東西就是怎麼樣讓這個程式馬改變它的這個運作的這個流程 好 那我們這一張那個比較內容多一些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說 這個它包括這些內容 一個是這個我們前面提到過的這個if的這個判斷 那還有這個從這個if的觀念衍生出來的這個switch的敘述跟這個enumeration這個列舉的形別 那這個是這一部分 那另外再一個部分是這個回圈的部分 從第四節到第七節 那回圈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可以讓電腦在我們這個不用中間去這個插入的情況之下 讓它可以這個進行這個重複相似的動作 反省很多次的這個計算 那這個是電腦的一個能夠發揮它威力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這個部分 好 那再來後面就是關於這個回圈的這個無雄回圈的應用 然後再來很重要的一點 大部分的書都不會跟你講 或者大部分的課也都沒有提到的 就是當我們的流程控制非常的powerful的時候 那麼你的這個流程程式有可能寫得非常的複雜 而難以這個了解到你的這個對於流程的設想是什麼 那麼所以這個在過去有很多計算機科學家 針對這個程式設計的這個方法論提出很多的這個構想 那在這其中影響很大的一個概念 就叫做結構化的程式設計 Structural Programming 也就是當我們有了if else 有了switch 有了這一個回圈之後 怎麼樣可以思考我們的這個問題 然後用比較容易表達出我們的概念的方式 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 那因此在結構化程式設計裡面 我們會講這件事情 然後呢 這一個結構化程式設計 它的概念說明完以後 我們就說明怎麼樣使用一種觀 這個方法叫做虛擬碼的這個概念 然後來設計你的程式 這樣的話比較可以避免掉 這一個糾纏在一起的複雜邏輯的流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我們所要處理的是這個if 還有if else if的這個敘述 好 在我們前面講到過 那麼在一個條件判斷以後 那麼它可能分true或者force兩條路走 對不對 那麼如果說它其中的一條路走下來的時候 又要再進行一次這一個條件的判斷的話 那麼我們等於是把一個條件判斷 放在另一個條件判斷的裡頭 那因此這一種就叫做nested if 因為它是這一個if叙述是相牽在另外一個if叙述裡頭 好 所以這個例如說 這個我們給電腦一個成績的值 那麼這個成績進去以後 電腦先檢驗它是不是不及格 那如果是不及格的話 就輸出這個不及格的字樣 那這是這個true的這種情況 那如果是及格的話 我們再進一步的判斷說 它有沒有超過這個80分 或者小於80分 如果小於80分的話 那表示這個分數是在80分跟60分之間 那麼我們說它是一個成績中等的這個情況 而如果說我們的這個成績超過80分的話 那我們的output就是成績優良 所以這樣一個概念 如果你這個去想的話是蠻複雜的 但是用這個圖 流程圖來表現出來的話 那麼這個觀念上就會比較清楚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 如果設想一些這個邏輯 這個流程的時候 那麼這一種流程圖的應用是蠻有用的 好 那因此剛才的這個流程圖 如果我們把它寫成是這個程式碼的話 那麼它的這個寫法就會是這個樣子 好 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是要判斷這個score是不是小於60 對不對 好 那因此我們就先寫ifscore小於60 那這個60、80這些東西 我們就假定我們另外有一個constant的這個宣告 把這個60分跟80分寫在那個地方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好的這個做法 也就是說這一些 你硬把這個數字寫上去的話 那這個第一點就是說 那個你的用意不是那麼容易了解 那第二個就是說當你要改變這一些常述的時候 那常常會有一些麻煩 這我們在上一個禮拜 談到這個constant的時候有講到 好 那因此這個假定我們的這個不及格 及格的這個門檻 那我們就把它叫做一個這個符號常數 叫做fail的這個slation 那因此這個第一個要檢查的是 你的分數是不是小於這個不及格的門檻 那如果是的話那麼就這個輸出成績不及格的這個字樣 那但是如果說這個score小於這個60分的這個敘述 它不成立的話 那它就跑到else這邊來 所以這一部分就被跳過 然後進到這個else這邊來 那麼進到else這邊來以後 我們可以看到跑到這邊來以後 又來一次這一個條件的判斷 那麼所以在這個else之下 我們這裡又來一個if 那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分數小於80分的話就成績中等 否則的話就是優良 對不對 好 那因此在這個地方 我又寫一個if在這裡 所以如果這個score比這個好成績的門檻要低的話 那麼它就是成績平平 成績中等 那否則的話那就是這個成績高於這個成績優良的這個門檻 而得到這個成績優良的這個輸出 那因此類似這樣子的一個流程的概念 可以讓我們的電腦因應這種不同的 這種狀況而產生這個不一樣的這個輸出 那這個就是這個if else if的這種寫法 它的這個好處 那這裡面當然你可以想辦法 例如說這個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是那種三指運算 三元運算值的這種寫法 那各位自己練習看看 看怎麼樣可以把這樣的一個分數 還有這樣的結果呢 那這裡的這個if else 把它弄成是這個三元運算符號 那個question mark跟冒號的這種寫法 各位可以去參考一下 你把那個我們這個教材所附的 這些程式專案檔把它打開 然後把這一部分做一點修改 然後看看你的結果是跟你預期一樣 可以做這樣的練習 好 那到這裡有這種nestive以後 那我們就會發現以前的這一個程式語言的研究學者 他們就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這種現象 那這種的這個概念叫做那個懸置的這個else 也就是所謂的dangling else 那這個dangling else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以我們剛才的這個觀念的話 那因為我們的if else我們剛才是都有加這個大瓜糊對不對 好 可是從這個程式的這個文法來看的話 它其實是可以不要那個大瓜糊的 因為那個大瓜糊的話是你的敘述裡面 有這個多個這個程式敘述的時候 我們再用大瓜糊把它刮住 讓它這個都是在某一種狀況之下去執行 這樣比較好 好 那假如說因為依照這個程式的文法的話 我們是可以不需要有那個大瓜糊的 OK 好 那當我們不要那個大瓜糊的時候 那麼我們假如寫成這樣子 或者寫成這樣子有什麼不一樣呢 好 各位看 這個依我們的這一個概念 如果寫成這樣的時候 那這裡我們空兩格 那這種東西呢 這個前面空幾格呢 這一種的這個概念呢 叫做 indentation 就是那個縮排 就是那個縮排 中文翻譯說縮排 也就是說它從這個低行的地方 空兩格以後才打這個另外一個這個敘述 所以當我們這樣寫的時候 我們的意思是說這個score大於等於60的時候 那麼再檢查它是不是大於等於80 那這個時候這裡是一個nested if 所以包括在這個if else的這個裡面 那因此如果我們想成這樣寫的話 我們想的概念是說這一個 這一個東西單獨一個 如果if這個score大於等於80的話成績優良 好 那else的話就輸出這個成績不及格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寫的時候 我們的意思大概是說這個else是歸最外面的這個if OK 好 可是我們也有可能是這樣寫 那這樣寫的時候 這個if跟這個else都前面有這個 indentation 往右縮排 好 如果所以這樣寫的時候 我們會想成是說這一個 如果超過60的話 我們再判斷它是不是80分 如果超過80的話就做這一個 小於80的話就做這一個 好 各位同學 那個你寫的時候是這個概念還是這個概念呢 那麼如果我們寫這個說 依照這樣縮排的話 我們可能會以為說 這個電腦會知道我們的意思是這一個還是這一個 OK 好 那但是請注意 這個電腦的這個建置的時候 電腦在建置的時候 它其實是跳過這些縮排的這些information 在cshop裡面 所以你這樣寫跟這樣寫 在電腦看起來是一模一樣 因為在cshop的這個程式處理裡面 它完全這個跳過這些 indentation的影響 所以它直接就處理這個if、if、else這個樣子 那因此這樣的寫法跟這樣的寫法 在cshop裡面是同一回事情 OK 可是這一個你的意思 如果是這一個還是這一個的話 那這個時候計算機會怎麼解讀呢 它會解讀成這一個還是這一個 好 來 你認為計算機會解讀成這一個的話 舉一下說 等一下 那個我把 可能各位會有點迷糊 我把這一個 這兩個這個寫法 它所造成的流程改變呢 我畫一下圖給各位看 那麼第一個這樣寫法的話 它是說這個樣子 好 那麼就是score大於等於60 OK 好 那麼可能是true 也可能是false 對不對 那麼如果true的話呢 就是去判斷score是不是大於等於80 對不對 然後一樣有true 有false 好 那麼如果我們這樣寫的時候 這個else跟這個if對齊對不對 所以這個else所指的呢 就是這個東西呢 是對應到這個敘述 好 所以這裡寫的這個東西呢 對應到這裡 這是我們本來的概念是這樣 好 可是如果我們想的是底下這個的話 那麼它的做法就變成這樣子 好 那麼先判斷這個score是不是 大於等於60 true或者是false 對不對 好 然後再來呢 是score是不是大於等於80 好 一樣有true 有false 那麼這裡呢 我們把這個else跟這個if對齊 所以它代表的意思 它這個敘述是在這裡 OK 所以你現在可以比比看 這兩種概念 它的最後這一行敘述 它可能是指這種情形 也可能是指這種情況 好 那你認為是這種情況的 請舉一下手 那你認為是這個情況的舉一下手 好 很好 其實都對 為什麼都對呢 就是說在c-shop裡面 它規定這個danglingelse 是屬於最靠近它的if 所以這個else呢 它所對應的是這一個 因此這個東西就對應到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if是跟它最靠近的 所以是這個才對 所以在c-shop裡頭的話 這個是對的 c-shop裡面 好 可是如果你習慣使用python的話 python裡面它的intention 縮排是有意義的 所以如果是在python裡面的話 你這樣寫的話呢 那麼它同意你這個寫法也是對的 這個結果也是對的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上面那個寫法 就會是這個python的這個寫法 OK 那因此呢 這個處理這個danglingelse的這個方法 在不同的程式語言裡面 可能會有不一樣的這個方式 因為這個else呢 這個你很難了解到 如果以電腦那個完全不處理 這個大瓜糊的情況的話 你很難知道說 這個東西算這個還是這個 因為你寫的時候 這個可能就會搞混掉 好 那但是呢 這個處理這種狀況呢 在c-shop裡頭是以這個靠近 最靠近的if為準 所以是這個才對 那可是在c-shop裡面的話呢 如果這樣寫也算對 因為它的確會表達出這個意思 那因此呢 這裡這樣子也對 所以在python裡面的話 這個也是對的 這個也是對的 因為python會去看你的這個縮排是什麼情況 來決定說你的表達意思是這一個還是這一個 可是在c-shop裡面的話 這兩個東西因為c-shop完全跳過這個 這個initation縮排的關係 所以這兩者之間他必須選擇一個 那選擇一個他所根據的原則 就是這一個靠最近的if敘述 就是處理這個dangling else的一個做法 所以如果是這個c-shop的話呢 那就底下這個縮法才是對的 那這個在c-shop裡面你即使是這樣寫 他也認為是這一個 也認為是這一個 好 那因此呢 這個為了避免這個dangling else的這個處理情況 所以比較好的辦法是 我們盡量避免這一種可能造成誤會的 電腦誤會的這種狀況 所以這一個比較好的辦法就是多用這個大瓜糊 那用這個大瓜糊的話 你就可以把你所要表達的這一種 這個if-else的這些從屬關係加以釐清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時候又衍生出了一個風格的 程式寫作風格的一個問題 這個程式風格寫作的問題就是說 這一個如果你有好多個if-else要弄在一起的時候 那麼盡量避免那種寫法 那也就是說你可能在這一個判斷裡面 也許你在前面多用一些邏輯變數 先做一些這個判斷以後 那在底下再去進行 那底下這一邊的if-else的話 那盡量就是大概可能小於三成或者四成比較好 所以要不然的話 你這裡if-if 然後這裡面有if-在if一直下去的話 那這個程式就不是那麼容易看得懂 所以就是盡量避免掉太深的這個潮狀的這一種結構 好 那但是有一種這個情況 雖然它有好多個這一個if弄在一起 可是它是一個很有規律的一種狀況 那就是這一種if這個情形 那再來這一個 再來這一個 再來這一個 那這種情況的話 你就可以了解到說 它是如果這個是真的話做這一個 force的話再判斷真的話做這一個 尾的話做這一個 然後再判斷真的話這個 否的話這個 所以這一種寫法的話 那麼就可以處理掉一些比較複雜的這種狀況 那因此這一種寫法也是我們要注意的一種寫法 那因此在這種情況的話 以這個剛才的這個score的這個分數的這個處理這一邊 那在這裡只處理了60分跟80分這兩種狀況 而事實上我們可能有更多的 這一種這個條件判斷的這個情況 那麼因此我們可能有這一個90分有沒有 那80分有沒有 80分沒有的話 70分有沒有 70分有沒有 70分的話有沒有 70分沒有的話 60分有沒有 那因此我們可以用這一種方式 然後幫所有的這個條件 他要執行的東西都可以用這一個if else的這一種流程表達出來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流程寫成這個程式碼敘述的時候 就變成是if 那就是第一個 OK 然後再來就是if 那個else if 注意每一個都是else if 只有最後一個是else 那麼因此這一個這裡if 然後接下來就是else if 然後grade大於等於80 然後再來就是else ifgrade大於等於70 然後再來ifelse ifgrade大於等於60 好 那這些通通都不對 那麼就最後是這一個grade等於f OK 好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流程的概念 寫成這個程式碼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動用了這些關鍵字 就是這個if 還有else if 還有一個else 那在這中間不管你安插多少個else if都可以 所以這樣寫的話你就可以使得說你的這個程式碼 它的這個nested 鑲嵌在裡面的那種情況可以減少很多 要不然的話你看 你那個如果說我們不使用這個else if的話 你可以想見這裡我們就要有一個else 那else裡面再來一個if 然後再else 然後這裡這個else的結果再用if 然後再一個else 這樣一直下去 你就可以發現你這個程式碼就越寫越這個 它的nest的結構深度就要越增加 那現在我們有了這個else if以後 那麼所有這些狀況都是可以在同一個level上面去處理 那因此這個程式碼會比較清爽 那麼接下來就讓各位做一個練習 能不能計算一個年份它是不是潤年 那這個規則是這樣子的 我解說一下 我們都知道一年是地球繞太陽公轉一周對不對 那麼一年我們是都是說365天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依照科學的天文學的詳細的量測 一年其實是365.2546的樣子 那麼因此我們每一年過的時候都會慢 就是那個下一年裡面就會少計算這個0.25天 好 那因此每四年的時候就會少算一天 所以我們就規定說這個西元的年份 如果被試整除的話 那麼我們就這個加上一天 加一天進去 因為四年要加一天進去 因為0.25 對不對 365.25 多少 好 那可是這一個你每四年加一天以後 那這一個等到你這一個100年的時候 你又多出了一點點 多出了一天 所以在每一個被100整除的時候的西元就不算是潤年 好 但是這樣一來的話又少了這一些對不對 所以再來就是如果它能夠被400整除的話 又把它算回是這個潤年 那麼因此現在給各位一個挑戰 如果我們現在要求你輸入一個西元年份以後 那麼你的程式碼會告訴我這一年是不是潤年 那你可以先畫一個流程圖看看 那我們再來說明 碰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可以先畫流程圖對不對 好 你看一下 首先這一個進來以後 第一個要檢驗的是不是被四整除對不對 好 那麼有真或者是尾 好 那麼我們可以看見的就是說 被四整除但是不被100整除的話 那麼就是這個潤年對不對 那在這一邊的話 它不可能被100整除 所以這邊就是一個這個leave year 就是一個潤年 好 那可是被四整除以後 我們還要看它是不是能夠被100整除 那麼可以有兩種情況 true或者是false 那麼如果被四整除 但是不被100整除的話 那根據這個邏輯 當然它就是潤年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被100整除的話 我們還要看它是不是被400整除 那麼如果是被400整除的話 就是潤年對不對 那如果不被這個400整除的話 那就不是這個潤年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概念 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寫出來 所以它的程式碼寫出來的話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把這個概念寫出來 比方說那個七元年份是y 那麼它被四整除的這個結果 四整除的話就是表達成 這個它的余數 被四除的余數是0 OK 完全照那個流程圖的話 那我們的寫法就是 這個if 好 那再下去呢 是這個被400整除 好 那麼被400整除的話呢 就是leap year對不對 console.right line 然後就是leap year 好 那接下來呢 這個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是console 然後說這個not a leave year 好 那這個部分結束以後 再來這一個if也對應到另外一個else 那另外的else呢 就是這裡 好 變成這裡 然後再來 再來這個結束以後 那就是這個部分完成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敘述的else 所以在後面這個else再寫進去 是leap year OK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依照 這一個我們的這一個流程圖 判斷的這個結果是這個樣子 那麼這樣的一個結果呢 這一個各位請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這個程式寫完以後 你怎麼知道你這中間沒有錯 因為你有可能說 這個某一些邏輯地方搞對了 可是有一些邏輯地方弄錯了 那因此呢 你很可能就是某些年份進來的時候是對的 某些年份進來就錯了 那麼所以呢 這裡我要注意的就是說 在所有這些流程控制裡面 你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盡量讓每一個這個邏輯流程的路徑 都可以被測試 都測試到 那因此以這個流程來說的話 你想知道你所寫的這些程式碼是否正確的話 我們在每一條路徑都用一個 這個輸入一個年份來測試對不對 所以例如假如以這個例子來說的話 被試整除Force 必須這邊是leap year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有一條路徑 那這裡一個路徑的點型是什麼呢 例如說這個2003 那這個東西他絕對不會被試整除 所以他應該回答是leap year對不對 好 那再來這一條路徑是一個leap year 就是說被100整除的這一個年份 那麼這很容易就2000年 不是 這個比方說2020這一年 那他會被100整除 所以會是一個leap year 好 那再來這裡還有兩條路徑 那這一條路徑我們要用多少來測呢 被400整除 例如公元2000年 對不對 那再來被100整除 可是不能被400整除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什麼呢 例如說2300年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你可以 這個程式寫完以後 那麼每一條路徑原則上你都要測試到 這個是如果我們用這個if的觀念 nestedif的觀念 或者ifelse的觀念去寫的話 他對這個問題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另外一個想法 當我們的這個流程圖用這種方式呈現以後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他會是leap year的情況有哪幾種 這一個被4整除是一種對不對 然後被100沒有被4整除 但是沒有被100整除的話是一種 那再來是被400整除的情況 所以這三種狀況可以是知道他是leap year 而這一種狀況知道他不是這一個leap year 對不起 我真的是搞混了 這裡是被4整除的force 所以被4整除沒錯 所以這裡應該是notleap year 對不起 我弄錯了 所以這個沒有被4整除的話是notleap year 然後這裡是被4整除但是沒有被100整除的話是這一個 然後再來被100整除但是沒有被400整除是neap 好 那因此這個你可以看到像我們這樣剛才我都會弄錯誤 所以你更有可能在這個地方邏輯有時候不見得那麼搞得清楚 好 那一旦說我們把這個流程的邏輯畫出來以後 那我們可以看他如果是leap year的話 有哪些情況 所以我們可以寫一個這個布偶的變數叫做is 那麼這個他是一個潤年的這個條件 在哪些情況可以成立呢 那第一個是被4整除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這個y然後被4整除 這是個條件對不對 那這個條件呢 這一個還要能夠說他不被100整除對不對 所以呢這裡必須要這一個 而且這個y呢 對100的這個余數呢不能等於0 好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我們會得到這個leap year的這個條件 你照這樣邏輯下來 y那個被4整除對不對 然後呢 這一個他被沒有辦法被100整除 所以到這邊來 所以這是第一種可以得到leap year的條件 那再來一個條件的話呢 是這一個沒有被400整除對不對 所以再來一個就是這一個y他被100整除 那被100整除的時候就一定被4整除對不對 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拿這樣來看 所以他必須是這一個被100整除 然後呢還要必須是這個不被400整除 好 那麼這兩個條件 就是他會是leap year的這一種情況 我看看 那這一個是 我這個顛倒了 這個才是2000 這是2300 不被這個 不被這個400整除 好 那因此呢 這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這四條路徑裡面 那麼會變成是leap year的 就是兩種情況 一種情況呢 是這一個被4整除 但是沒有被100整除 那是這一邊的 所以例如這個2020進去的話 他應該是走這一個 然後呢 假如說是這一個 這個條件的話 那就是他必須是被100整除 但是呢 這個不被400整除 所以這邊得到的 就是另外一個leap year的這個條件 好 那因此呢 這一個比較的這個結果 我們可以把這個刮糊起來 然後 所以他成立的條件是 這一個條件 或者這個條件 也就是這兩條路 其中的這一個 某一條路 那這個部分的話 那個你可以再去做一點簡化 那這是邏輯的這個簡化 我們不管 那因此呢 這個地方以後 我們可以規定一個output的字串 Stream result 然後等於 那他的判斷呢 如果他是一個leap year的話 那麼結果就是 他這個字串呢 就是這一個leap year 那麼否則的話呢 就是notleap year 好 那麼我們把這個 因為你可以看到 他的這個輸出就只有這個字串內容不一樣而已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字串呢 用這個條件判斷 他是屬於leap year 還是不是一個leap year 然後接著就可以console.right line 然後呢 就是這個result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因此呢 這個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較複雜的 這一個邏輯關係的話 那麼我們可以藉由這個流程圖 然後建構起這些比較複雜的這個邏輯關係呢 把他變成是一個這個boer的這個變數 把他存起來應用 所以這個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這個方法 而且你可以看到這樣寫的話 那個他的邏輯關係比較清楚 那這個比你一堆的這個if else這些東西 都會鬥在一起要來的這個清除 所以這個是一個可以考慮的一種方法 OK 好 那麼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介紹完了這個if 還有if else if的這種概念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看另外一種 這一個跟if係數很相似的東西呢 叫做這個switch 那麼在這個程式設計的這個時候 那有經常我們會碰到一種情況 就是說這個他的這個產生的這個結果 是依據某一個整數變數 或者是自竄變數的這個內容 來決定他的這個該採取的行動是什麼 所以例如以現在的這個螢幕上秀的這個例子來說的話 那麼他根據的是一個這個字元的這個變數叫做grade 那麼所以假定就是說我們依照這個grade的這個內容 那他可能是A B C D F 那麼我們想要這個依照他的grade的這個內容呢 來決定我們輸出什麼樣的這個字串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先這個檢驗他是不是A字元 那如果是A字元的話就輸出成績UE 那其次再比較說他是不是B字元 那如果他是B字元的話 我們就說成績良好 以此類推 所以用這種方式呢 這一個看這個字元變數grade的這個內容 我們就可以採取相對應的這一個動作 那這樣子的一個寫法 那當然我們還是可以使用前面所介紹的 這個if else if一直下去 當然可以 可是在這一個整數變數 以及字元變數的特例的情況之下 有另外一個這個想法比較簡單 也就是說這一個你看畫流程圖的時候 畫這樣子的東西很麻煩對不對 而且每一個都比前面小下來小下來 所以你假定用這個powerpoint或者等等畫這個圖 很不好畫對不對 好 可是這種情形我們如果使用 這個所謂的這個switch的這個敘述的話 那麼你這個流程圖就可以簡化 成為這種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意思就是說 我們檢驗這個字元變數grade 那麼它如果是a的話就做這件事 b的話做這件事 c這種事 那除了這個abcdf以外 為了避免這個計算機會漏掉某些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還附上一個state叫做default 所以如果說這個grade它不在這個abcdf之內的話 那我們在宣告成是default的這種狀況底下 我們輸出一個成績錯誤 那這就對應到剛才這個前面的這些測試 全部都失敗以後就跑到這邊來 那這種情況的話 我們就把它叫做是一個default的這種情形 OK 好 那因此這個就流程的概念來看的話 這樣的一個流程的觀念顯然比這樣子的一個流程觀念 來得清楚而且這個簡化 那所以這一個csharp裡面為了方便你用這一種方式來思考 那除了這樣的以外 還有其他種情形 例如說你想要這個讓使用者從鍵盤輸入某一個字元 那這個字元你可以依據它輸入的鍵盤字元是哪一個 然後你決定要採取什麼樣的一個反應 所以這個是後面我們可能可以用到的一個想法 好 那因此這一個剛才的這一種這個流程觀念 寫成這個程式碼的話 那麼就是這樣子 你看我們先這個character grade 然後你要它輸入這個成績是abcd還是f 好 各位請注意這裡有兩點 第一個我們的這個prompt 請注意你使用的是一個write 而不是write line 有什麼差別呢 如果你寫write的話 那麼你程式的游標執行的時候 螢幕的游標會留在第一行 留在第一行 留在第一行然後等你去輸入這個你的那個鍵盤 好 那因此這個你使用write的話 就不會跳下一行而維持在同一行 那麼因此我們這個prompt的話 它會把這一個提示的自竄就在第一行 然後你就在第一行裡面完成你的鍵盤輸入就可以了 好 那因此我們的做法就是你先這個console.reline之後 那它就讀取了你的鍵盤輸入 那鍵盤輸入進來的話是一個stream 那這個stream裡面我們只需要第一個字元 所以這裡我們採用一個自竄的提供的一種這個服務 一種function叫做toCharacterArray 那array的概念我們下一單元才會介紹 那你在這裡只要曉得說 它會把一個自竄轉成是各個字元的組合 然後這些字元的排列裡頭我們只要第一個 所以這裡取它的第0個的這一個字元 然後把它assign給grade 所以這樣一來的話 不管你鍵盤上輸入多少個字元的自竄 你就永遠是取得你所輸入的第一個字元 來作為這個grade 好 那因此這個grade進來以後 我們在這個switch裡面 看它是A字元還是B字元等等 那你要決定說A字元的時候做什麼事呢 我們就這個switch的這個敘述裡頭 我們就放了這個case A字元 那這種情況的話我們做這件事情 做完以後就break 跳出來 好 那然後如果你的是B字元的話 那麼也是一樣 那麼就是輸出這個東西 然後就把它跳出來 跳出這個switch的這個範圍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C D F都是如此進行 然後到這個default的這個時候 那麼就是這個成績不對 因為我們允許的成績只有是A B C D F 所以在這A B C D F之外 所輸入的字元都是錯誤的成績 因此我們就會跑到這個default這邊來 然後我們就輸出一個錯誤訊息 成績錯誤 然後就可以跳開來 好 那在這樣一個寫法裡面 我們可以注意到這個break的這個存在 也就是說在這樣一個敘述裡面 因為我們要把這個A B C D F D F 這些情況的這個處理 分開來寫 那因此在程式寫法裡面 你很難說去秀出這一種 這個平行的樣子出來 所以我們就是概念上就變成是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你先檢驗是不是A 如果true就出去 再檢驗是不是B這樣子下去 所以如果你寫的是這個switch這個樣子的時候 那麼你其實電腦在執行的時候 它所根據的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根據你的A如何 然後B如何C如何D如何這個樣子 然後這樣做的時候 A的步驟執行完畢以後 你不可以繼續執行下去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放一個break 然後讓它跳出這個switch的 這個大瓜湖的這個範圍 然後進到這個switch的下一個敘述去進行 所以這樣子做的話 我們的這個switch這種寫法 會比較符合我們的這個需求 那這樣子比較好弄一點 好 好 那在這一種switch奇數裡面 那常見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break是可以把它省掉 省略掉 好 那在C++裡面的時候 這個break是必須的 要不然的話你的A執行完以後 它又會繼續執行B這樣一直下去 所以就有問題 那這個c sharp的話 那個好像是它會跳開的樣子 我現在這裡沒有把握 各位可以試試看 但是這一個比較保險的辦法 是這個你把它加一個break 很確定的告訴電腦說 這個執行完以後 就要跳開這個switch的範圍 這樣子比較清楚 而且比較不會錯 我們講過對不對 就是defensive的這個programming 盡量裝備這一些所謂的防呆的 這一種的架構會比較好一些 好 那這是switch的這個敘述 好 那因此這個switch我們講過 那就是它的那個變數 必須是字元或者是這個整數的形別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一個這個 所謂的列舉型別 innovation的這一種那個data的變數 好 那列舉型別 它大概出現的時間 是在這個argo之後 在pascal的那個階段出現 innovation的這種概念 為什麼有這樣的一個東西呢 那就是說我們經常在這一個 那個寫程式的時候 會碰到這個我們所需要處理的 這一個變數呢 它的值很特別 它不是一般的整數 或者是這一個小數 那麼這一類的這個變數 我們這裡舉一個例子 例如說這一個你的這個程式 假定你要處理這一個每週的這一個星期 所以例如說這一個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這些東西 那麼這些當你碰到說 你的程式需要去處理這個星期的時候 那麼一個很直接了當的想法 就是我們使用一個這一個整數 跟它產生對應 對不對 所以我們比方說 以用一來代表這一個星期日 sunday 二代表monday 就是代表一星期的第幾天 對不對 好 那這樣做的話當然可以 所以你的程式可能就會宣告 一個integer的這個variable 叫做weekday 然後這個weekday的值它可能是1234567 來代表它是一星期日的第幾天 對不對 好 可是這樣做有一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你看這個數字的時候 你不會去注意到說 你很難直接從這個1234567 就知道說它是sunday monday Tuesday 你到底是sunday當作0呢 還是當作1呢 這有時候你自己會搞混掉 所以要可能看程式的時候 來來回回這樣比來比去 你才知道說這個1代表什麼 2代表什麼等等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這個麻煩 那第二個麻煩呢 因為你宣告它是這個integer的這個variable 所以這個你就很難避免掉 這個使用者輸入的這個變數 它的數值也許不在你的這個1到7之間 那麼它也許會出現8、9、10之類的 那這些東西出現的時候 這你要處理起來也很麻煩對不對 好 那因此 這個在Pascal 發明的時候 他們的這個程式語言的這個設計者 他們就提出一個叫做innovation的這種概念 也就是說這個我們允許這個使用者 自己創設一個資料的這個形別 那這資料的形別裡面 可以允許的這些整數數值 我們可以在一個這樣的宣告裡面來設定 所以例如說我們enumerate 這個所謂的weekday weekday可能是sunday 可能是monday可能tuesday等等 我們用這些簡寫來代表 這一個你要處理的這個變數 那麼因此我們就可以 這一個處理的這個對象 就限制在這個sund,mond,two,when 然後這個thrd,fnd,sunday 這樣的一個範圍裡面 那麼因此你處理的時候 你所看到的是這一些代表的符號 而不是這個1234567 這個對於程式的這個可讀性 有很大的這個貢獻 那麼再其次就是你在這個程式碼裡面 在做這個運算的時候 那麼因為你用的是這種innovation裡面的這個值 那這些值的話 如果你學過統計的話 它是所謂的明目變數 或者categorical variable之類的東西 它不能夠做一些這個數值計算 所以比方說你想要把sunday加monday等等 理論上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那這樣做的話 這個可以確保你的程式不會去 這個糊裡糊塗的 把這個宣告成weekday的東西 加1加2加3這樣來做 那可以使你的程式碼更清爽 更看得出來是代表什麼意義 好 那因此呢 這一個它的應用的情況就像這個樣子 所以這裡舉一個例子 當我們宣告了這一個weekday 這種innovation以後 那麼你接下去用的這一些數值呢 這個值呢 就是這個sund m1等等之類的東西 可是在這個電腦內部儲存的時候 它事實上還是把它當作整數存起來 而這個它所對應的整數呢 你就在這個innovation這個地方 來把它標示出來 所以它這裡就是1 2 3 4 5 6 7 分別對應到sunday monday等等 好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個assign等於1 這個東西完全把它刪掉 你只有一些sun 豆點 mon豆點 tue豆點也可以 那這樣一來的時候 這個程式 這個計算機呢 會自動的這個assign 一個適當的整數 給你所這裡出現的這些符號 好 那因此呢 這一個我們運用這一些innovation裡面的 這些值的時候 我們做呢 你看我們先宣告一個變數叫做day 那這個day的這一個變數的形別 是叫做weekday 好 那因此這個電腦就知道說 你這個day它允許的數值 就是這些東西而已 然後它能做的這個運算 也就是僅止於簡單的 比較等於或者不等於而已 你不可以這一個理論上 不可以拿這些值來做計算 好 那因此呢 這個假定我們要做 這一個某一件 這一個工作要了解到說 這一個哪一個星期是 這個週裡面的第幾天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得這麼寫 你看 好 這裡的switch就有用了 所以這一種innovation 處理它的時候 用switch是比較方便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day這個結果 如果我們這裡是把它assign 變成這個tuesday 好 那因此呢 這個tuesday進來以後 day是tuesday 所以它接著呢 在這個switch裡面 它會去找這個tuesday的這個值 但你要注意的是 這個符號前面要加進去 這個innovation的宣告的這個type 所以這個我們要選擇說 這個day可能是weekday裡面的sunday 或者weekday裡面的tuesday 然後這一個如果都不是的話 就是d4這個樣子 好 那因此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day它是這個weekday裡面的tuesday 所以它進入這個switch以後 它會跑到這個case這邊來 weekday.toe這個case 然後在這裡它就宣告說 我可以寫出來說 星期二是一週的第幾天 那這第幾天這個東西 本來理論上這一個 這些符號是不能夠這個計行這個計算 那因此這個我們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說 它事實上是把它assign 成整數的部分再儲存 那因此這個如果我們知道說 它儲存的是這個 剛好就是第幾天的話 我們可以使用一個強迫的這個資料轉習 讓它從這個weekday的tuesday 強迫它轉成是integer 然後把它寫在這裡 好 那因此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利用到這個變數 它的這個可讀性提高 然後這一個當我們要處理這一些內容的時候 我們會這個需要做這一些轉型之類的這個寫法 那可以提醒你說 你可以這樣寫的話是告訴電腦說 你的確是有意的 要把它轉成是整數來處理 那這就比較沒有問題 那如果說我們不採用這種imeration的方式 而自己以這個一二三四五六七來代表這一些 這個星期的話 那麼這個時候 這一個你就很難避免掉 這個有人不小心拿你的這一些 sunday mutant tuesday這些東西 去做一些這個算數的運算 而這些算數的運算 理論上來說的話是這一個不可行的 好 那這個是innovation的這個東西 那麼它這個這樣的一個寫法 那除了說在一些長的狀況之下 可讀性比較高以外 那另外在我們後面學寫很多的 這個程式的時候 那我們常常會把這一個 你所要處理的這個變數 它的這種狀態 那我們可以把它對應的這一些常數組織起來 整數常數組織起來 那組織起來以後 然後這一個你就可以用這個innovation 然後你有好幾個常數的時候 這樣宣告以後 你用到那些常數的時候 就可以用innovation裡面的這些東西來處理 所以例如假如你的程式 要去模擬某一個機器 那這個機器的時候 它的開跟關是它的兩種state狀態 那這種狀態的時候 我們可以宣告一個innovation 就叫做state 然後這個state的內容是on跟off 分別代表0或者是1 那這樣一來你在程式裡面寫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某個machine的這個state 是等於on或者是on等等 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是比較方便的 另外我剛剛也有講過 你事實上可以只要列出這一些符號 而不加上這一個常數的設定 那這種情況 計算機會自動幫你安排 一些對應的整數 好 因此這個就是所謂的innovation的這個概念 那各位回去以後可以練習一下 例如你可以寫一個innovation叫做season 那麼這個season裡面就包含 Spring、Summer、Fall跟Winter 這個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裡遵循一個這個程式的風格 什麼風格呢 就是這個常數的這個名稱 通常我們會用這個全部大寫來表示 這個它是一個我們設定的常數的數值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你的程式碼碰到這些全部大寫 機器是不會去care這個事情 但是我們這個人類去讀這個程式的時候 看到全部大寫的東西 他就會知道說這個是代表一個concent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讀起來比較方便 那因此這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寫這個season 這個innovation的話 那會建議你裡面所包含的符號 最好就用全部大寫的這個Spring、Summer、Fall 跟這個Winter 那這個是可以練習看看 還有就是說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怎麼會知道有這個Widday是多少呢 所以那個時候你還是得要從這個鍵盤 這個鍵盤輸入一個數值轉成整數 轉成整數以後再把它用這個switch東西 把它對應到這一個某一個 你所宣告的innovation的這一個data type 這樣只要OK 好 那這個原因是因為我們宣告這個innovation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告訴電腦說該怎麼樣處理這個輸入 所以你還是如果你要從這個鍵盤輸入的話 你還是只能這個輸入0123567 但你可以在prompt的時候提醒他輸入多少代表什麼東西 好 那因此輸入完畢以後 你把它assign成這個innovation的這個東西之後 你程式的所有其他部分 就都可以使用innovation的方式來處理這樣子的這個變數 然後再等到需要輸出的時候 再用類似這樣一個方法 把它的這個對應的數值 把它輸出到這個螢幕上面去 所以這個是 也就是說在需要鍵盤輸入跟螢幕輸出的時候 我們還是使用這個整數 可是在程式裡的其他部分 那我們就全部使用你宣告的innovation的部分來處理 那這樣子的話你的程式當然就會比較好看好懂 好 所以這個是innovation的這個case 那這個abcdf的grade 那你也可以用這一種innovation的方式 去把前面的那個switch的那個程式 把它改成是就不是用這個字元a 而是使用這個grade.然後這個a 或者grade.b這樣的東西 用innovation的方式來處理 那這個是會這一個可以比較 這個有程式碼比較容易這個看得懂 好 那關於這個if else跟這個innovation switch 之類的東西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 好 接下來我們開始的這個從第四節之後 到後面的這個八九節的地方 我們要介紹的是這個 讓電腦會能力如此強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們可以使用這個回圈的這個敘述 然後讓電腦這個去執行我們所需要的這個工作 這個做非常反覆這個很多次 而且這個電腦絕對不會喊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種電腦的這一種回圈的概念是如何的呢 好 簡單的看一下 好 那麼在早期發展電腦的時候 那麼我們的程式設計師就發現說 這個他很多時候需要去反覆的 這個計算一些這個結果 所以我現在舉一個例子 我記得我小學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還有諸算 所以這個上諸算課的時候 我就要拿算盤出來 然後老師就會叫你做練習 那個時候我們常做的一個練習 就是用這個算盤 從1 然後加2 加3 加4 這樣一直加上去 這個比方說加到10的時候 結果是5050 然後加到36的時候是666 這個一般認為是魔鬼的數字之類 好 那因此這一個老師們 就是讓我們從這個1加到10 這一種的計算來培養你的諸算的這個熟練程度 那當然這個我們已經知道 那個數學的加這個高師 在很小的時候就展露他的數學天才 對不對 那那個時候他的數學老師 要他把1加到100 然後他就覺得說可以讓高師 這個忙一陣子 結果高師三兩下就算出答案來 答案是這一個應該是55 那這個老師就說你怎麼知道對不對 那很簡單就是1跟10湊一對 2跟9湊一對 這樣子湊起來以後 11乘以5就變55 對不對 所以那是比較簡單的 好 可是現在我們要讓電腦做類似這樣的工作 那可能比方說這個例如早期的時候 那個電腦應用在這個物理或者是天文的時候 然後他們常常需要計算一些這個特殊的函數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spatial function 那這些特殊函數常常都是這一個無窮極數 所以你要從第一項開始加 可能加到100萬項 然後看看結果是多少 那麼因此 如果你想要讓他從1加到100萬項的時候 那麼你要怎麼寫這樣的一個程式 那因為你要讓電腦做就是這些事情 才能夠充分發揮這個電腦的能力對不對 好 那因此我來看一下 假如我們只是要讓電腦從1加到10的話怎麼辦 那麼很簡單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宣告一個這一個變數叫做sum 那麼這個sum的結果是1加2加3加4加5加6加7加8加9加10的這個結果 所以他會把這個加起來的結果assign 到這個sum的這一個變數的區域裡面 把它儲存起來 好 那因此這個是最簡單的一個方式 可是這樣寫當然有很多的問題 例如說這一次我要1加到10 下一次我可能要從1加到1000 那再下一次我可能要1加到1萬對不對 而且我們希望電腦做的事情就是取代 我們的人工反覆的計算對不對 所以希望他能夠很順利的很快就可以算完 這個加到100萬項的這個結果對不對 好 那因此如果是加100萬項的話 照這種寫法的話你的程式碼這個加這個下去 要加到100萬 那不得了你的程式碼絕對不夠對不對 好 那因此這個解決他的一個辦法 就是我們來觀察一下 在計算1加到10的時候 那麼每加一個數字的時候 他的這個電腦的這個行為怎麼做 好 例如說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sum的假定是0對不對 然後把1放進去 那就是把原來的結果0加上1 再放回來sum對不對 好 那因此這個一開始是0 然後加1的時候 事實上就等於在做一個sum加等於1對不對 也就是把sum的內容加1以後再放回去sum 那就加1了對不對 好 那接下去加2的時候怎麼辦呢 就把這個sum拿出來加上2以後再放回去sum 那你裡面sum所存的結果就是0加1加2對不對 好 依據這個道理 我們可以加等於3 加等於4 加等於5 一直到加等於10 那這樣一個部分把它寫完以後 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到1加到10的這個結果 好 那你可以講說這樣寫沒有好到哪裡去 因為你假定要100萬項的話 你還是這個東西要寫到加等於第100萬項對不對 好 可是這一個因為這個電腦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這個sum加等於這個東西 你等於是說這一個都是做同樣類似的事情 只是在這個加等於的這個符號的右邊 這一部分的東西看起來會隨著你的這一個工作而改變 所以只有這一部分在改變而已 對不對 只有這一部分在改而已 那麼因此呢 這一個我們就這個程式語言裡面 就提供了這一種這一個方式 讓我們可以很方便的告訴電腦 這一個做到什麼樣的一個地步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是加到100的話 就這個要寫到100還是太多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這一個表示成這個樣子 表成這樣的一個流程 那麼你可以看到這個流程裡面 這個sum一開始是等於0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裡寫一個這個方塊 然後是sum等於0 好 那接下來剛才的這樣的一個敘述 我們可以注意到這個地方 它其實每一次都是把這個i 就是加一個整數就對了 那因此我們可以把這些運算 把它濃縮到這一個敘述裡面 sum加等於i 然後讓i從1變化到100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寫以後 我們就可以很順利的這個要電腦 把這個sum的內容從0開始一直加到100 好 那因此這樣的一個過程 等於是說在我們計算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是加1對不對 加完1以後要繞回去 然後把這個i加1 所以它的動作是這個樣子 做完這個以後把要加的東西加1 因此這個時候我們的這個裡面所進行的東西 就是這個sum加等於i 但是要求這個i它的變化一開頭是1 然後這個每次結束以後把它加1 然後這個i什麼時候結束呢 是要求這個i小於等於100的時候 是要在這個回圈裡面來進行 所以這個叫回圈 因為你每一次做完這個以後就回去 然後把這個i的內容加1以後 再重新進行這個步驟 所以等於在這個地方 它會在這裡反覆的這個進行 因此我們把這樣子的一個流程結構 叫做這個回圈 OK 好 那因此在這樣的一個概念裡面 這個我們所謂的控制變數 這個i回圈的控制變數 當這個控制變數使得 它的回圈繼續的條件不成立的時候 那麼它就跳開這個回圈 進到下一個敘述去執行 好 那因此呢 這樣子的一個回圈的這個敘述 那我們寫成這個c小程式的時候 就這樣寫好 我們看一開始這個sum等於0 對不對 然後它是一個integer 那接著剛才的講的這個回圈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有幾個重要的這個因素 第一個它一定要有一個控制變數 就是這裡的i 那麼這個控制變數在回圈裡面的 每一次執行的時候 它的這個控制變數必須要改變 那因此呢 這個i的值就會每次執行完以後要改變 那怎麼改變呢 我們就讓它是加加i 也就是說把i加1然後來執行 那麼執行到什麼時候結束呢 到這個i的值 這個中間的這個回圈執行條件 不再成立的時候它就出來 那結束這一個回圈的計算 那麼因此呢 這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sum等於0 然後這裡呢 我們就用一個for這個寫法 所以這個叫做for回圈 那這for回圈裡面 那我們就宣告這一個 它的控制變數i 讓它從1開始 然後這個回圈執行的條件 是i比100要小 所以超過100的話 它就不去執行 然後就跳出去了 那第三個呢 我們要寫的是 每一次回圈執行完以後 它的控制變數該如何改變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這個for的這個回圈 那我們要有一個控制的變數 那這控制變數要有一個一開始的值 還有這一個回圈繼續進行的條件 然後最後是這一個回圈每一次執行的時候 這個控制變數該如何改變 所以有這樣一個要求 那這個i當然我在別的地方有宣告 它inti了 所以這裡我們沒有寫 那當然你也可以在這邊直接寫inti等於1 也可以 那就是說你在這個for這個敘述裡面 直接去宣告它的這個控制變數 OK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我們的這個一個範例程式 給各位看一下 好 我們看到這樣一個程式的這個寫法 剛才我們看到的那個for的這個回圈 好 那我曾經跟各位提到過 那個偵挫器 在兩種場合很好用 一個是你的程式發生這個semantic error的時候 另外一個就是當你要學習一個新的程式敘述的時候 它很好用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利用這個偵挫器 來進行這個for回圈的這個內容的這個偵測 我們看它是如何改變這個裡面的這些變數的內容 好 那我們現在把中斷點設定在這個for回圈的地方 所以等一下程式開始執行的時候 到這個第15行的時候 是這一個這個將執行而未執行的時候 那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在這個回圈裡面 它的程式是如何執行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當然要先建置 接著我們使用這個偵挫器開始偵挫 那我們看到這個黃色的箭頭 它到了這個第15行這裡 所以它即將開始執行i等於1的這個動作 那你可以看到在底下的這個偵挫器的輸出這裡 你可以檢查到它有趨這個自動變數 就是i跟這個sum 那這兩個東西 那目前這個i你還沒有設定它的初值 那因此這裡就是計算機隨便給你一個initial value 設定它是0 OK 然後這個sum有宣告 而且要注意你一定要設它是0 避免它這個計算機給你隨便assign一個數字進去 好 那因此接下去它要執行的 會是這個i等於1 也就是先設定好這一個控制變數 那我們就是使用這個偵挫裡面的 這個逐步執行或者是不進入函數 那個我們也可以用這個function key f10或者f11來做這個事情 那你如果這個偵挫器用了熟練以後 那很可能你就是用這個function key就可以 好 那因此你可以看到剛才所執行的是i等於1 所以我們看到這i的值本來是0的 現在改變成是1 那麼設定這個控制變數出值以後 所以下一步就是檢查這個回圈執行的條件有沒有被滿足 那這裡的條件是要求這個i的值要小於等於100 那麼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條件是成立的 那成立的以後我們看看它接下去就會進到這個回圈裡面來執行 好 那它進來以後你就是看到它會到這個左瓜湖大瓜湖這邊 那接下去就要進入這個大瓜湖之間所夾的這個內容 我們看一下從這個偵挫這裡 然後再不進入函數 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現在到這裡了 那到這裡以後這個son 它就要把i的值加到這個son裡面去 所以就是把son0拿出來 加上i1 然後再放回去son這裡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它的下一步會是如何 好 那你可以看見這個步驟執行完畢了 然後這個它就到這邊來 那就是這個回圈執行完畢了 那這個回圈執行完了以後 我們就看到這個son已經把1加進來了 對不對 好 那加進來以後我們再來看它的下一步又是如何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次的這個回圈執行完了以後 那麼你必須改變它的控制變數 所以它會跑到這邊來 要修改它的控制變數 好 那我們再看這個時候 我們再進行這個補進入環式去偵措 好 那你可以看到底下這個i變成2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才這裡就是plusplusi 就把i加1 所以就變成2 好 那這個i改變了以後 我們下一步要繼續再檢查說 這一個時候控制變數有沒有符合 這個回圈進行的條件 那這個i等於2顯然是小於等於100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個回圈要繼續執行 所以它會再執行這個son加等於i 我們看看是不是這樣子 以下 這一次它要把2加到son裡面去 所以它把原來的1加上2以後變成3 所以這時候son等於3 好 那以此類推反覆的這個進行 那於是我們這裡就瞭解它的這個行為以後 那我們可以在第19行這裡 我們設定一個這個中斷點 然後把這個中斷點去掉 然後讓它就從1一直加 從剛才的這個3這裡 然後繼續加 加到100以後 然後跳出這個for回圈 來我們看一下 結果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的核的結果是5050 5050 那這個是這個1加100的這個典型的結果 我們都知道 那另外還有一點你可以看到 跳出來以後它的控制變數i現在是多少 101 對不對 因為你每次加1 所以到你這一個不符合這個執行條件的時候 它的i的值就應該是101 所以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正確的這個答案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候它的這個螢幕上面就出現 這一個1到100的這個總和是5050這樣的一個輸出 那因此這樣子就結束了這個for回圈 那因此這個我們可以了解到的是 我們要讓電腦充分發揮它能力的時候 就是要讓它做一些很routine的工作 反覆到非常非常多次 那這樣子的時候可以節省我們很多的人力對不對 那因此這個for回圈之類的東西就是可以這樣做 好 那現在各位回去或者等一下可以做一個練習 用這個for回圈計算1加到100的這個偶數和 然後你用這一個高斯的那個算數平均數 算數序列等差極速的方法計算一下它的和 然後跟你電腦跑出來的結果是否相符 好 所以這個是for回圈 那麼從這個for回圈的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關於回圈的一些這個觀念 第一點這個回圈它基本的要素有三個 就對應到這個for敘述的這三樣這個設定 那注意中間是用分號來分開 那麼第一個就是你要控制變數 要有這個初值的設定 所以像在剛才i的初值是設定成是1 然後它需要有一個檢驗條件 是決定回圈是不是繼續執行 所必須滿足的這個條件 然後你每一次回圈結束以後 那麼你的這個控制變數就要改變 那要怎麼改 所以這三樣東西是回圈的這個基本要素 那因此我們用一個for敘述的時候 這三樣東西這個都必須要設定 那如果不設定的話會有別的問題 我們後面再說 那另外這樣一來我們寫這個for回圈的時候 那我們可能會碰到的常見的錯誤 大概有兩大類 那第一類經常碰到的錯誤 就是這一個控制變數 多一個或者是少一個 什麼意思呢 例如我們剛才的1加到100對不對 那這個i你讓它從1加到100對不對 那因此這個地方常常會弄錯 那這一個你有可能把它寫成i小於100 或者是這個i小於等於101等等 那這種情況就是你的這個控制變數 那個off by one的這個error 或者叫做boundary的這個error 因為在這個for回圈控制變數的這個範圍之內 那個你如果不小心搞錯 這一個它的結束條件的時候 那麼這個就常常會發生 這一個off by one的這個error 好 那除了這個意外 還有一種情形就是會造成一個無窮回圈 然後跳不出來 那跳不出來的情況 那無窮回圈有時候是我們有意要如此的 但是這個很多情況之下 是因為我們的這個程式敘述弄錯了 所以造成這個無窮回圈的結果 那麼什麼時候會造成這個無窮回圈的結果呢 那有很多種可能的情況 那一種很簡單的 可以立刻想到的idea就是這個控制變數的改變 沒有辦法這個真正的這一個 這個使得這個回圈繼續的條件 在某種狀況之下會符合跳出去 所以例如我們剛才的這個for敘述 假如說這個地方plus plus i 這裡 如果你寫的不是plus plus i 而是plus plus sun的話 sum 那你可以想見在這個for loop裡面 他每執行完一次這個敘述 他就把sun加1 可是i沒有動 所以i就一直維持是1 所以在這裡面他一直進行的sum的這個加法 不知道會加到哪裡去 那但是你的中間這個回圈的執行條件 永遠不會被這個破壞 他永遠是滿足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會造成這個無窮的回圈 所以當你的程式發現說丟進去以後 那麼理論上應該很快跑出來結果 結果沒有的話 那麼有可能就是造成了這個無窮回圈 那這個時候就要去檢查 你的這一個控制變數 他的這個變化 還有控制的條件 這些東西是不是有這一個符合我們的要求 好 那再來還有一個這一個辦法 就是可以避免掉說 我們的這個程式在執行的時候 或者是經過幾個禮拜以後 在做修改的時候 不小心把這個回圈給改壞掉 那這個時候 這個我們可以使用這個叫做insert的觀念 來協助我們這個避免這一些問題 好 那個insert的這個觀念 這個insert我們中文翻譯做斷言 斷言的意思就是說 這一個當我們的程式執行到哪裡的時候 那麼我們依照程式的這個寫程式時候的想法 我們會知道說在這個地方 某個變數的值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多少 然後這個值我們就在這裡放一個 這個debug的assert 去檢驗說這一個這裡有沒有你所需要滿足的條件 有沒有滿足 所以例如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這裡的sert 它的初值設錯了 比方說設成一或者二等等 那在這裡我們卻設定說 這裡的sert應該是0 那這個條件敘述 這個邏輯敘述是不是有滿足 如果不滿足的話 這個電腦就會跳出來 丟出一個exception 然後就告訴你說 這個地方你所設的這個assert的條件沒有被滿足 好 那因此在這個回圈的開始跟結束的地方 我們可以去設定這一個 它在開始跟結束的時候 它應該要符合的條件 可以把它設在這裡 所以這裡我們就寫一個debug的assert sert等於等於0 然後這個回圈執行完了以後 這個i的值應該是101對不對 好 所以用這種方式 我們在程式的這個地方 某些地方設定一些這一種的檢查站 然後這些檢查站會去檢驗 這個程式碼跑到哪裡的時候 那個東西對不對 那如果不對的時候 電腦會告訴你說 在哪一行出錯 所以你就可以去看哪一個assert出問題 那個問題出現了以後 你就可以去檢查為什麼這個東西它不是0 就是例如這樣的情況 好 那這個assert這種概念 是從C語言裡面開始的 那C語言裡面的話 它提供一個叫assert的這個敘述 讓你可以在程式碼裡面的地方 在你所想要設定的地方設好這個assert的這個值 可是你用這個assert的話 你要使用這個namespace叫做system.diagnostics 所以用這個系統診斷的這一種命名空間 那裡面提供一個這個function叫做assert 你就可以去檢查你的程式碼跑到哪裡的時候 答案是不是正確 好 那因此呢 這一個當我們程式有問題的時候 當然我們可以使用debugger對不對 那也可以使用這個debugger塞進去 然後去看你的程式執行到哪裡的時候 有沒有出問題 好 所以這個是這個for回圈的基本概念 那麼就如同這個if else if這個東西 它會有這個nested if的這種情況 那麼在for回圈裡面 它也可以有這個nested for的這種回圈的觀念 所以例如說我們想要這個電腦螢幕上面 會印出這個99乘法表 那我們可以設定這個相乘的兩個數 一個數是i 一個數是j 那我們如果在這個i的for回圈裡面 放進去這個j的這個回圈 那麼這樣子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每一個i的這個值的時候 那麼我們要求j從1變化到9 那因此在這個內在的這個回圈裡面 它就會去計算這個i乘以j等於多少 所以這樣子的話就印出一組這個相乘的結果 那麼你也注意這個地方我們用的是right 所以right的話就表示這個印完以後 它沒有進到下一行還是保留在同一行 所以這樣子的話你就可以得到1乘以1等於1 然後1乘2等於2 然後1乘以3等於3等等 然後再跳一行以後呢 它就變成是這個2乘以1 然後再來2乘以2 然後這個2乘以3等等 好所以這個你就要注意就是說 這個for回圈是可以用這一種nested for的這個方式 來這個進行 但是你要注意就是說 當這個for回圈很多層的時候 這對於這個程式碼的這個寫作是不妥當的 那我們後面會介紹一個這個盡量減少 這個for回圈層次的一個做法 那到時候再說明 好 那再來我們可以注意到的就是說 這個回圈它執行的時候 那這一個當我們建置這個層次的時候 那麼我們的電腦它其實會去偵測 這個它的這個回圈的敘述 那在這個回圈的敘述裡面 它會去檢查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呢 就是說我們在使用這個for回圈的時候 尤其是像這裡好幾層for回圈的時候 你可以看這個外面的for回圈要被執行9次 裡面這個for回圈也要被執行9次 每一個i會執行9次 所以這兩層的for回圈總共要執行這個9乘以9等於81次 好 那因此你的for回圈如果很深的話 你這個裡面的敘述要執行非常非常久 要特別注意 因為在這個時候 這個回圈裡面 如果說這個有某一個這個敘述 它其實不會隨著i跟j而改變的話 那樣的敘述在這個回圈裡面 它這個完全不變 可是那個敘述會被執行很多很多次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做法裡面 在這個回圈裡面 那一種不會隨著控制變速和改變的敘述 就變成是一個效率的一個妨礙 因此我們的電腦在建置的時候 它會去找說這個回圈裡面 有沒有那一種不會隨著控制變速而改變的敘述 那如果它能找到的話 那它有兩種處理的方式 第一種處理的方式是保留原來的程式碼不去動它 所以你的這一個不變的敘述就會被執行很多很多次 那另外一種這個情況 則是它會把這一個不變的敘述抽出來 然後放在這一個回圈的外面 這樣一來它只需要被執行一次 而不會被執行那麼多次 好 那因此這一個如果有做這一種 把回圈不變的敘述抽出來的這樣的一個處理的話 那這一種建置它所產生的這一個CIL檔 會放在這個release的這個版本裡面 那也就是說這時候就是所謂的 這個編譯建置過程的最佳化 好 那這種最佳化的話 它會把你程式裡面 比較不efficient的地方拿出來 然後改變它的程式的這個寫法 但是不改變它的這一個用意 而使得說你可以比較快速的得到這個結果 所以這是一種這個結果 那這種情形呢 它的產生的這個執行檔會放在這個 你打開那個專案檔裡面 在這個release的這個檔案夾裡面 你可以看到 那個是經過這種最佳化處理過的 這個結果的程式 好 可是如果這樣做的時候 那個在進行徵錯的時候會有麻煩 為什麼呢 因為徵錯的時候 那個你所想像的就是 這個依照你所寫的程式 一步一步執行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它把它最佳化的話 那它把這個你程式碼裡面的這些敷術移來移去 那這時候你會搞混掉 不知道說電腦在這中間 有沒有幫你做什麼手腳 那因此這一個 如果你的產生的這個執行檔 是真錯用的話 它會放在debug的這個檔案夾裡面 然後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不會去把你裡面的 這種不Efficient的系數改變 那因此當我們程式在發展的時候 需要debug的時候 我們的程式最好是使用 這個debug的這個模式 那但是如果你這個程式 已經經過很仔細的這個測試以後 那麼我們這個需要 這個release出去的這個版本 它的速度要快 那這種情況之下 那我們可能就是使用這個release 這個版本的這一個執行檔 好 所以這個就是關於這個回圈的 這一個概念 我們介紹到這裡 對, 聲音和合法